大家好 今天是2月9号星期五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打赏 也欢迎您成为会员 美联储巴尔金重申在降息方面保持耐心 李世满联储银行行长托马斯巴尔金重申 鉴于劳动力市场强劲 通胀持续下降 决策者有时间对降息时机保持耐心 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强劲 我们看到通胀下降 深感欣慰 希望能够继续下降 巴尔金周四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认为我们有时间保持耐心 今年在货币政策方面有投票权的巴尔金 补充称 他们将获得额外几个月的通胀数据 并表示他非常希望看到这种趋势持续并扩大 他指出商品在美国物价增速回落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美联储上个月连续第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 主席鲍威尔和其他官员轮番给最早在三月降息的预期泼冷水 称政策委员会希望看到更多数据以增强对通胀率持续降至2%的信心 被问及是否同意鲍威尔有关不太可能与三月降息的说法时 巴尔金说 我从不预判会议 也不会预判三月的会议 让我们拭目以待届时的情况 但我始终认为鲍威尔主席的发言代表着委员会 他表示 巴尔金表示 商业地产压力的风险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重要问题 他说 在我们监管的银行中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他们打交道 富有成效地研究房地产资产 并试图了解风险是什么 应对这些风险的准备金是多少 纽约社区银行今年股价重挫 此前该地区性银行意外披露 信贷质量恶化相关亏损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商业地产贷款的影响 潜在蔓延至美国其他银行的担忧 全球股票回购热潮在起 美股创新高后继续涨吗 在2024年即将到来之际 强于预期的收益正引领大西洋两岸的企业 以惊人的速度宣布股票回购 这可能是支撑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的 全球股市的关键支柱 面对几十年来最高的借贷成本 企业在2023年变得吝啬于股票回购 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预计今年的回购将增加 利润增长正在改善 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和欧洲央行 今年将开始降息 借贷成本的降低应该会给企业 带来更多的现金和空间来通过举债来提振股价 美国公司已经宣布计划在2月的前7天 回购1050亿美元的股票 超过了1月份的整个月回购金额 研究公司BA的数据显示 这是有史以来宣布的2月份最强劲的开局 也是2023年之后第二好的开局 标普500指数今年迄今已创下9次新高记录 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 一个策略师MM表示 这确实告诉你 管理层对经济走向越来越有信心 这应该被视为某种建设性的指标 股票不像去年那么便宜 但宣布回购的公司认为 反弹还有更大的空间 数据显示 Meta上周宣布了额外回购500亿美元股票的计划 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回购计划之一 随后凯雷投资集团周三表示 计划回购至多14亿美元的股票 阿里巴巴集团表示 将把其回购计划扩大250亿美元 一个研究主管JR表示 虽然市场处于记录高位 但许多公司的股价持续低迷 因此回购股票 表明这些公司认为自己的股票物有所值 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的初步数据显示 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 今年预计将回购8850亿美元的股票 较2023年增长10% 但较2022年创纪录的回购速度下降4% 不过标普道琼斯指数 高级指数分析师HS表示 指出 虽然回购可能有助于股价表现 但其影响可能会有所减弱 因为高估值意味着企业可能会吸纳更少的股票 他说 此外 与公司的收益和市值相比 这些支出并不一定那么大 欧洲的股票回购公告也有所增加 尤其是去年给股东带来最多回报的金融和能源行业 随着银行继续从借贷成本上升中获益 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 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 德意志银行和西班牙比尔巴厄比斯开银行的股票回购计划推高了股市 过去12个月 高盛集团一篮子高回购收益率股票的涨幅 是斯托克欧洲600指数5.9%的涨幅的两倍 同期Soul Active欧洲回购指数也飙升了10% 一个投资官MF称 所有这些对全球经济和市场来说都是一个好迹象 因为大量计划中的回购显示出企业高管的信心 那么他在电话中表示 美国经济继续改善 通胀压力继续消退 利率将继续下降 所有这些都给了企业高管 宣布股票回购所需的信心 这意味着企业预计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对经济的看法 两年来首次转为乐观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 一项衡量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信心的指数 两年来首次进入显示乐观的区间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 第一季度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 从2023年第四季度的46升至53 读数高于50表明回复中持乐观看法的居多 这个RF在报告中表示 首席执行官们对经济的看法有所好转 但对未来的风险仍持谨慎态度 在通胀回落的背景下 对2024年降息的预期升温 是市场信心上升的原因之一 约三分之一接受调查的公司老板认为 当前的经济状况较六个月前有所好转 这一比例高于2023年第四季度的18% 认为情况恶化的人数减少 与此同时 36%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预计未来六个月经济状况将改善 高于第四季度的19% 只有27%的受访者表示 预计情况会恶化 低于上次调查时的47% CEO对自己所在行业状况的预期 也呈类似的上升趋势 F表示 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 美国大选权的政治不确定性 是今年影响企业的首要国内挑战 而国际冲突升级的风险 仍是最大的全球挑战 调查访问了138位首席执行官 显示出的积极情绪 与一个杂志发布的 另一份CEO阅度调查一致 后者与本周早些时候发布 显示美国CEO信心 连续第三个月改善 达到6月以来最高水平 此外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于1月底发布的 另一份报告显示 美国当月消费者信心 升至2021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市场的表现 纳指期货微微的波动 那么多头仍旧需要维持观察的思路 也就是说 看空头反攻的情况 那么即便给出一根阴线 目前的位置也不足为距 因为距离我们的上达趋势线 还有一段的距离 所以多头大可不必恐慌 我们可以再调警测一点 越来越陡峭了 对吧 我们把这个陡峭的一条就行了 说后期会怎么样 后期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猜不出来 得看 那给个人影响会让人感到恐惧吗 不会 不会 对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下方又变成支撑区了呀 是吧 所以届时还要判断顶部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大顶 还是仅仅是一个上涨的回撤 是吧 好 这是科技股 我们看一下小盘股罗素 罗素昨天的阳线 给了多头较多的信心 那么如果他能维持这样的一个态势 也就是空头 持续的变弱 即便是给出一些阴线呢 也是小的 小阴线 那么多头呢 仍旧有可能恢复到一轮新的多头 那么近期的阻力区当然是这个点了 对吧 那么这个点附近突上去呢 突上去就往更高的位置走起来了 多头应该怎么办 应该画好一个潜在的局部多头趋势线 画一画 看看能不能走一步 是吧 这是一个视觉上的双重底 左底 右底 右底很复杂 因为 数据面哈 这个消息面导致的 对吧 那么新的一周呢 有止跌的迹象啊 好 事实上呢 有些股呢 也有可能要止跌了啊 我们说要挖掘利润吧 但是注意 对于小盘股来说 他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一会儿呢 我们会感受到部分股的突变啊 不要觉得这架构就一定会是百分之百胜率啊 我这里没有百分之百胜率 好 我们看一下道指 道指也是哈 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今天盘前也是微微的波动 这趋势线呢 也可以平变得平缓一些啊 这么一话感觉 有点那什么啊 有点有点有点逼着人家破位的感觉啊 稍微宽松一点 这样话 行吧 因为这个地方太陡峭了啊 所以我们平缓一点吧 就是这样呢 你会发现给他一点波动的空间啊 所以 给人以空间呢 自己才能有宽松的这种感觉 对吧 就是 这叫什么呢 啊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是吧 啊 要对宽以宽以带图 自己心也宽了啊 太紧凑 那肯定心太窄了啊 那也不行 稍微给点空间 是吧 另外市场本身就需要双向运动 才能掌握着日带 太紧凑也不行 啊 像这种直钩的图也有啊 但也不能总那样啊 好 标普呢 标普盘盘也是微微波动啊 大家可以观察就可以了 好 这是盘前大盘的表现 我们看一下美债 那么近两天呢 耶伦啊 也再次评论美债的问题 他说没什么问题 发新债呢 也不对现有的美债构成压力啊 构成风险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市场的目前的选择呢 有可能偏向于震荡行情啊 震荡行情 因为啊 这个降息的实质性动作也还没有 对吧 外在的国际冲突啊 大买家们啊 到底是什么态度 怎么去搞这些事啊 还没有确定性 啊 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大选啊 对于未来国际形势的影响是吧 那都会影响美债的一个涨后低 总之呢 大家不要说一下就看强趋势啊 没有 都是局部小波段 看到吧 或者不要去做啊 比较难以把握这种图 无需成当 啊 你看那个中概股有些图就是 这第二浪啊 震荡震荡去一直往下跌 对吧 所以这图会不会那样呢 我们说 都是有可能的 不好交易啊 不容易 好 这是美债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看一些热门的标的 昨天呢 啊 阿尔姆暴涨 网友问 还能追吗 其实昨天我们已经分析了较多的这种思路 要是买的话只能少量的 对吧 也就是说呢 猜他以后呢 继续涨的意思 是吧 但是由于啊 这个 这个涨幅巨大啊 会有短期的一些脱利 这个获利盘 跑掉了 对吧 所以构成一些局部的小回撤的可能性会有一些 所以大家呢 要观察观察 或者是分批啊 去少量的布局 那么 真正的骑稳的大阳线出现的时候呢 再去啊 做多 那比如说还有一种可能 比如继续暴涨啊 那岂不就错过了 那之前干啥下来 这样 我们 对吧 对吧 那你只能说少量买一点了 因为也有可能有继续暴涨的可能性嘛 因为我们是顺势预期嘛 是吧 好这就是这个图啊 当然你也可以把注意力切换到一些潜在的超体机会的图上 这样你追高的风险呢 会降低很多 比如说IoT这种图对吧 昨天盘后我们也提了一下 好我们看一个突变的图 ARM 不是ARM这个图怎么突变了 今天盘前又跌了 昨天盘后的时候 复盘的时候是涨的啊 包括昨天也涨 但盘后呢又突然转为跌了啊 那么这样的话 对这个图来说 我们看一下跌到哪了 43块钱 当前是49 43块钱在哪 嗯 在这个趋势线附近啊 这就是趋势线附近 是吧 我们换一个43的价位啊 这是45 再低一点 哎呦 跌到43了哈 跌到这位置了 那么这样的话 看看今天啊 上午盘能不能给一种止跌起稳的感觉 行吧 如果止跌起稳之后呢 多头再去进场 或者是啊 观察一下今天收盘的情况 明天再去做 也是不完的 对吧 如果怎么会这样 我们说市场 对于个国而言 什么样的波动啊 突变性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我们也不可能啊 就是说什么都能把握的 或者说他技术的稳定 技术分析 KM图的稳定性是百分之百的 那起不就简单了吗 但好在大部分图 还是相对稳定啊 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怎么办 我们就要观察上午盘了 对吧 上午盘如果有一些 抄底的迹象 有一些啊 下影线的感觉 多头呢 可以尝试少量布局 但是止损点呢 就最多啊 就放在41代 或者是放在41 42这样啊 如果坚持不妙的话 你就知道 他还要再继续洗盘 是吧 但如果猛烈的 就是开盘是跳空 往下开 但猛烈的拉起来呢 那就应该做多 因为后续的上行空间 还是有的 是吧 老是突变 可达成 所以我们说呢 不要特别迷恋于个别股票 要稍微分散一些 大大小小的股票 都要有一点点 因为突变的情况 有时候就得让人亏损 是吧 所以呢 不能完全重仓一只股票 那么之前有部分网友说 阿菲亚重仓某些图 我们还听着 不要 不要那样做 那样的人太坏了 要不就是故意的 在那搞搞事情 大家不要啊 像他那样去操作 好 那么对于台积带来说 也是直勾勾的上涨 非常的陡峭 说会不会马上就见顶 有可能洗个盘 才阻力去 所以是洗盘 而不是反转为空头 我们的第一预期是 顺势往上看 顺势往上看 也就意味着 出现停顿 先假设他是上涨中继 那么什么时候反转呢 反转有反转的判断标准 只要在趋势线上方 就不能判断为反转形态 应该判断为上涨中继形态 所以有没有可能继续暴涨 答案是有可能 只要他有暴涨的潜力 他就有暴涨的可能 他有暴涨的潜力买油 他是半导体领域 相对的龙头骨 半导体最近非常的疯狂 说有没有可能洗盘 也有 那洗盘就需要空头 强劲的入场 才会有洗盘的动作 我们看一只汽车骨 Raven Raven这个图 怎么又下来了呢 是的 那么这样的话 新的一波抄底 有没有可能 有点 有点那意思 抖下去下去趋势线 止低 那么这样的话 在这附近有可能止低 再走一波 对吧 所以这震荡也太大了 几乎就平着了 所以这趋势线变得 效果不好了 对吧 有没有可能涨油 油 就是新的一波的上涨 有可能 所以多腿呢 也观察这一波新的机会 当然止损空间非常的小 现在进场的话 对吧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高点 和这个高点给突上去 走到更高的位置 突到是 甚至走到这个上方 因为这个位置有可能是前代的双重底 是吧 ABC 走起来 走到更高的这个位置 这图也可以不要做 咱们可以观察一下 学习一下 我们看一下UPST 这个图昨天是手掌 但今天盘前有点下跌 所以我们看一下上我盘 能不能止住 止住的话仍旧是做多的架构 对吧 做多的架构 是吧 你看多头不断墙 空头不断小 多头不断墙 空头不断小 直接架构 那么对PLTR来说 我们再跟进一下 你看 这个图 也是财宝出来之后 只会往上捅 我们说可以要适当的买一些 飞起来 对吧 那么过去两个家日还在涨 还要还要继续涨吗 有可能 涨到三十二十五一代 二十九一代 三十一代 现在是二十四块五 那么最高是四十五 这样的话就百分之二百 对吧 原来我记得这个是十几块钱 这个震荡区间 如果你有仓位的话 就现在比较舒服 没有仓位的话 只能少量建仓 是吧 有网友说 早就不交易他了 那是因为 大家还记得吧 他上市的时候 或者是那些新股 我们是什么态度来着 少去打新 对吧 如果去打新的话 趋势线要画 画的抖抖的 好好的 破碍就跑了 他正好遇到大熊市 牛市 每股牛市 转为熊市 我们说卖掉 波段还卖掉 后续挖个大坑 那么新的一轮的回归 我们说要去抄底做多 哎 到这了 很完正当之后 我们说后续还得涨 我们说啊 再去少量布局做多 是吧 那还要涨吗 还要涨 对吧 节奏是对的吧 只要你去做这些处理啊 买卖的处理 就没有太大风险 有时候都得套了几年来 终于要回本了 那你要是卖掉 再跌买 不就多赚了这么一波吗 是吧 多赚了两波 这一波拿到了 新的一波也拿到了 对吧 这个痛苦就免了哈 有人说每股不会一直跌的呀 那 这不是跌下来吗 有些股还在跌哈 这是这是飞上去了啊 有的股还在往下跌呢 好 我们看一下木头姐这个pass pass多多吗 理论上是的哈 理论是的 说这个也是个横盘震荡 嗯 他不想升低哈 就类似这种震荡 这样的话 应该选择点位去做多 是吧 他的上线空间也较大 说这不就是跟刚才的 飘摇天挺像的吗 大部分都是这样 市场呢 所有的图都挺像 不是下跌就是上涨 你说哪有不像的呀 不就两方向吧 下跌涨的也挺像 上涨涨的也挺像 像不像 像 挖掘200%吗 挖掘 现在24块钱最高点多少 90 好几倍呢 挖掘300%400的利润 都是有可能啊 但是啊 这上行过程呢 要管理哈 因为他有时候给回撤啊 现在应该做的吗 理论上市的 他不 跌一下就只跌了吗的感觉 凡是出现直接感觉 我们就要看涨 说再跌了呢 其实先画好 上涨的概率高 便总想着下跌了怎么样 下跌的概率会略低 咱们总想选什么 选利率 选选概率高的那一方 这个概率低的那一方 发生的概率低 老是想也没用啊 我们看open open也是 今天最好再来一根大阳线就好了 对吧 再来一根大阳线 昨天的阳线不够强啊 open也是 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他的一个 震荡上行的走法 其实图上涨的慢一点会好一点 不断交易者 如果一直走的 就像刚才那几个跳空往上拉升的 你敢追不 很少有人敢追 仓位也不敢中 是吧 而这种回撤的仓位可以适当的多的 一旦出现直接迹象 是吧 这就是不同的这种 走法 仓位和心理上的一些不同点啊 回撤身一点的 你觉得啊 稍微仓 仓位多一点点会好一点 仓位这个直勾勾的图 你就不敢中仓 是吧 要知道某一种某些图 对自己仓位和心理的影响 这个图呢 也需要 再来一根大阳线就好了 否则呢 这也不一定能完全指定啊 我们说多头的回归 必须得强劲啊 那么已经又落下来了 还需要再一个强劲一点 比特币呢 比特币再次恢复到多头啊 那么这样的话只能看涨啊 同学们啊 没啥可说的 其实现在调一调 调到这儿 U呢 U啊 昨天又冒上去了 估计呢 要再接下来几个交易者 值地哈 所以多头新的一轮又要来了哈 U超底累的 木头姐呢 估计哎 木头姐这个领先了啊 那么这样的话 还要恢复到多头超底 做多啊 好 特斯拉呢 特斯拉理论上应该不尝试布局了哈 做多 呃 其他的龙头股 比如说英伟达 不能踩顶啊 先画好气势线啊 看一看对吧啊 自然有空头迹象的时候 我们会反应的 现在还没有哈 对吧 好 我们今天呢 先说这么多吧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哈 我们排后呢 再看这些图的变化 拜拜